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祝贺访问国防发展院时 就前一天的发射侦查卫星方面的讲话时表示 虽卫星发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不会因为失败而被吓倒 而是会更加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 金正恩就表示 现在的朝鲜工业革命在转型 在快速的推进 在国家安全日益不稳定的局势里 敌方的欺骗和歪曲行为 加剧了区域军事局势进步紧张 加大了冲突风险 拥有军事侦查卫星 有助于朝鲜在美国的军事行动 和各种的挑衅行为之下 能够进步加强自卫威慑 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免受到潜在的威胁 金正恩跟表示 虽卫星发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正是透过失败才能够学习到更多 才能够进一步发展 必须不断将朝鲜的武装力量 发展成为超强的绝对力量 还可以强调 拥有作战所需的太空侦查能力 是维护朝鲜独立主权的斗争 是朝方维护国家主权和自卫的 必要条件和前提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自卫主权和自卫性的 依旦可付达国下几道 维护国家主权和自卫的厚命 将调查能力量 冲结顿 可护国家主权和自卫